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ne名人堂 他帅个毛啊,当你身价有345亿美金时,你也帅 时至今日,我们对Charles Barkley最深刻的印象 可能是他在TNT解说时的金句评出 也可能是他在和Jordan参加访谈节目时用大实话 让篮球之神哑口无言 又或者是他言出必见亲吻驴屁股的场景 很多人心目中的Barkley是搞笑的、戏谑的 人们却时常忽略巅峰期的他实力有多么出色 在四大中锋时代拿下篮板王 在巅峰Jordan手中抠下MVP 总决赛场距27加13加5比出最强形态Jordan 在地球最强篮球队孟一队成为得分王 他完成了一项像耀眼的成就 甚至还曾自夸为地球最强篮球运动员 但作为一名内线球员的他 身高居然只有198公分 那么,英尺寸不足的他如何能打内线 甚而在巅峰期横行无忌呢 他又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是地球最强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Barclay的篮球人生 1963年2月 Barclay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周利兹 小时候的Barclay除了胖几乎没有其他运动天赋 他虽然对篮球感兴趣 但因为体型,从没想过能登上NBA舞台 他有多胖呢 高三时他身高还不到183公分 但足有100公斤以上的体重 根本打不上手法 高三假期他进行了魔鬼苦练 每天训练时长在12小时左右 勤奋是有结果的 他不仅增长了球技,增强了体能 身高也暴涨到193公分 于是在高四时机身首发 他被澳本大学主帅Sony Smith看中 并招入麾下 澳本大学的助理教练在观看他比赛时评论道 像疯一样打球的胖子 大学时期的他身高涨到198公分 比起一般四号位仍有些显矮 但在澳本大学 由于队里缺乏足尺寸的中锋 所以他甚至被派上去打五号位 这可能是最早的迷你中锋之一 虽然他胖,但他下盘力量足 篮球智商高 不仅顶得动对位人 还能保证不失位 对篮板球的掌握也很出色 大学生涯场均篮板接近10个 这也为他后来成为篮板王埋下伏笔 1984年他参加了NBA选球大会 从事后看 这一年选球大会出了四位历史级超级巨星 成才的高度惊人 但当时的Barkley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正处在一个超级选秀大年 童年选秀的还有一个自己穷极一生 都无法在系列赛战胜的克星 他只在烦恼一件事 那就是76人曾和他达成约定 如果他的体重能减到113.5公斤 76人就会选他 他很好地履行了约定 却被经纪人透露只会得到7.5万美金的年薪 当时大怒 开始大吃特吃增加体重 但选秀大会上 76人管理层还是秉持初衷 用5号签摘下的圆脑袋圆肚子圆屁股 体重据说已经长到127公斤的Barkley 和很多高顺位新秀一进联盟就是核心不同 Barkley出入费城时 有Moses Malone和Dr.J 两大传奇巨星在头顶压着 于是他菜鸟赛季场均仅14.0分 8.6篮板 但二年级的Barkley光速进步 场均数据飙升至20.0分 12.8篮板 成为了队内二号得分手和篮板王 并坐稳了首发大前锋 还入选了年度二阵 86到87赛季 Malone被交易 Dr.J逐渐老去 Barkley成为了队内得分王 并以场均14.6篮板斩获篮板王 而他场均5.7个前场篮板 也同样冠决联盟 1987年夏天 Dr.J退役 Barkley正式成为球队领袖 87到88赛季 Barkley交出了场均28.3分 生涯首次入选年度一阵 并从此开始四连一阵 但Barkley却始终未能带领76人 在季后赛更进一步 自他二年级后 76人再未突破首轮 直到89至90赛季 当赛季 他和76人通过强舞大战 射险过关 在次轮对上了Jordan的公牛 这也是Barkley和Jordan 首次在系列赛对话 Barkley交出了场均23加17加5的 全能数据表现不俗 怎奈Jordan系列赛场均43.0分 虽然身为外线 但真实命中率 却胜过了Barkley 公牛因此4比1轻松晋级 下一年 同样在东区次轮 同样4比1的比分 Jordan和公牛 再度将Barkley拒之东区决赛门外 到91到92赛季 Barkley甚至只带领76人 拿到35胜 无缘季后赛 同样在1992年 他苦恼的在费城街头酒吧 借酒消愁 喝完酒还和路人打了起来 事情闹得不小 惊动了警察 场上胜率低 场下还搞事情 76人管理层最终对Barkley感到失望 将其交易至太阳 然而谁也没想到 在结束了8年的费城生涯后 Barkley即将在凤凰城迎来新生 以及巅峰 彼时的太阳人才积极 Dan Marley Tom Chambers和Ange 都是全明星球员 攻城良田的原型 闪电空位Kevin Johnson 更是Barkley寻求多年的 优秀组织后卫搭档 二人组队的第一年 集92至93赛季 就带领太阳打出62胜的 对史最佳战绩 太阳当赛季场均113.4分 联盟第一 每百回合得分同样联盟第一 节奏很快 快攻非常频繁 甚至可以视作初代跑轰大队 Barkley场均25.6分 12.2篮板 时隔两年再度入选一阵 彼时Jordan刚刚步入尔利之年 正处巅峰 但Barkley毫不留情地 从他手里夺走了MVP 最后赛 Barkley和太阳的表现更加亮眼 首轮他们连丢两个主场 一度0比2落后无人 但最终连胜三场翻盘晋级 此轮他们无法限制David Robinson 但Barkley强硬地在第六场 打出28分21篮板 并在最后时刻 单挑比自己高了 接近20公分的上将 一击必杀 帮助球队4比2晋级 西区决赛 他们和超音速打到第七场 Barkley在系列赛第五场 贡献43加15加10的大三元 更在抢期封砍44分24篮板 而这两场 他们分别只休息了 一分钟两分钟 教练想换下他时 他怒吼道 别换下老子 老子死了之后 有的是时间休息 总决赛大战公牛 太阳一上来 又连丢两个主场 0比2落后 但在芝加哥的三战 他们啃下两场 若非Paxson在系列赛第六场 命中关键三分 帮助公牛4比2夺冠 他们就将把公牛拖入抢期 考虑到太阳拥有主场优势 一旦公牛真的被拖进第七场 总冠军的归属可就难说了 Barkley场均27.3分 13.0篮板 5.5助攻 表现已非常出色 这个系列赛 也被认为逼出了 最强形态的Jordan 因为Jordan在这轮系列赛 场均41.0分 8.5篮板 6.3助攻 他的场均41.0分 和连续四场40加 都创造了总决赛记录 公牛六冠之中 赢了24个系列赛 唯独这个系列赛 他们无法做到总分竞胜对手 整个系列赛 没有一场分差上双 把六场比赛 两队的总分加一起 居然一模一样 显然 哪怕Jordan松一口气 系列赛场均少得几分 也许Barclay就能同年完成MVP加总冠军加FMVP大满贯 从而一贯封神 这是Barclay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倒在Jordan手下 论起对Jordan的系列赛战绩 只有Yuin的零胜五负比他更惨 他也因此感叹 我是地球最强篮球运动员 你们Michael 他不算 他是外星人 1994年和1995年 他两度和火箭打到第七场 西半 显然 连续三年和当季总冠军球队熬战到最后时刻 已经足以说明他的能力 在之后 他逐渐失去了巅峰能力 开始饱受伤病困扰 1996年夏天 他做出了最后一搏 前往火箭与大梦和滑翔机组成了三巨头 但那时的他们都已年过33岁 这个暮年三巨头的组合最终黯然收场 Barclay终究生涯无惯 只有198公分的他打内线 却能在四大中锋横行的年代拿篮板王 拿MVP 成为同时代的最强超距之一 简直不可思议 而这一切都和他的下盘力量和篮球智商有极大关系 他的下盘非常稳 有着黑人之中都极其罕见的粗壮小腿 看他和Jordan的对比图就可见一般 此外 很多黑人如上将般四肢修长 重心飘忽 但他的腿却很短 最后 他的臀部很大 很硬实 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显得非常恐怖了 他的下盘和大屁股可柔可刚 柔的时候又宽又滑 刚的时候要位极其凶猛 快起来 他能在一瞬间靠着对手 然后转身 震开防守者 杀至篮下得分 而一旦慢起来 下盘扎实的他 又能在内线发动推土式进攻 慢慢推进 让防守者束手无策 如前文所说 奥本大学的助教向Smith教练 介绍Barclay时 说他是打球如风的胖子 但Smith真正开始调教Barclay时 却评价说 这家伙用屁股能得到一切 他重心低 因此凿空位手拿把掐 同时他的臂展很优秀 因此利于终结 看实战 他超快的弹调 能让他陡然弹起 封盖比他高16公分的Ewing 事实上 弹速快身板厚实 爆发力强 也让他在三年级就拿到了蓝板王 到了生涯最后一季 他的场军蓝板数仍能上双 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他不管得分只管强板 Rodman拿不到这么多蓝板王 在他和Rodman的实际对位中 也可以明显看出 他在蓝板方面 对Rodman形成了压制 二人例行在交手36场 Barkley的场军13.0蓝板 比起Rodman的场军11.7蓝板 略胜一筹 而在进攻端 他可以利用出色的下盘力量强顶 卡住身位 要住劲后 只要下盘一发力 就能轻松抹进篮下 完成灌篮 上将同样不敢招惹Barkley 从1993年次轮的数据上看 场军26加13的Barkley 和26加11的上将形成了互报 但实际上 上将在防守Barkley时 根本不敢贴近防 因为一旦贴近就会被碾碎 相较于Barkley坚实有力的下盘 上将是出了名的下盘不闻 但Barkley的进攻技巧太全面 没有如Shack一般 罚球不行 射程太近的缺点 上世纪90年代 本就不怎么看重三分能力 内线拉出去投三分的情况 更是少得可怜 但Barkley偏偏能在94到95赛季 以33.8%的三分命中率 投进74级三分 这样的效率 有可能放到现在不值一提 但在当时已经非常出色了 正因如此 在上将有意放在投篮后 他的回应便是 系列赛第六场 对上将的单对单一击必杀 实际上 Barkley生涯61.2%的真实命中率 胜过了57.7%的 Carmalone和Nawitzki 甚至还胜过了58.6%的Shack 快攻迅猛 投篮出色 持球面框致命 被打更要命 比他高比他快的都没他撞 而比他又高又快又撞的人 不存在 防守者不绕前 他就直接要求利用下盘力量靠打 防守者绕前 他就示意队友晃晃悠悠 送出一期吊船 他第一攻不进后 还有无与伦比的前场篮板能力 早在他二年级时 各大媒体就渐渐表示 几乎没有人能像Barkley 在拥有如此健硕的体格通事 还这般轻盈 他的运控技术 本就是内线中的顶级水平 又能在阵地战中 增加力量对抗和频繁切入 这种随机应变的进攻思维 正是他篮球智商的体现 不止一个人说 他本质上是三号位 但兼具小前锋的灵活 和内线球员的强硬凶狠 因此根本无法有效防守 92到93赛季的他 出至太阳 率队打出队史最佳战绩 进军总决赛 个人则拿到MVP 那一年的他 一改防守端慵懒的毛病 打出了三年级后 唯一一个1.5超节 加1.0封盖的赛季 5.1次助攻 也是生涯最高 显然 那一年的他 不仅在防守端颇为积极 侧应传球能力 也是生涯最顶峰时刻 Car Malone曾评价 Barkley的破包夹能力 为自己见过最优秀的 当赛季 Barkley就是靠个人能力 在西区决赛 打崩了超音速 引以为傲的风险群 西雅图众将 让大梦苦不堪言的 轮转防守体系 被Barkley的传球和被打 轻松撕裂 因此 Barkley在MVP赛季 确实算得上 仅次于Jordan的天下第二人 如果非要把Jordan 比作外星人的话 那说Barkley是地球 最强篮球运动员 也未尝不可 Barkley本质上是个怪材 升高吃亏 但有效升高不吃亏 拥有中锋的力量 小前锋的速度 和后卫的技术 下盘力量强大到 能用肥臀 从三分线开始被打 一路顶到篮下 从1986至1992年 他连续7年同时交出 场均20加 和命中率55加 放眼其余内线 恐怕只有Shack 才能做到 因此巅峰期的他 是史上得分产量 和效率综合起来 最出色的大前锋 再加上一手 内线球员中 顶尖的侧应能力 可以说除了 防守端懒了点 Barkley几乎没有短板 早在1991年 美国篮球圈内部 初步选拔 孟一队成员时 包括Coach K教练 在内的一群艳类大佬 都认为 论起对比赛的 综合影响力 Barkley仅排在Jordan之后 在他真正入选了 星光璀璨 近乎全员名人堂的 孟一后 他以71.1%的 恐怖命中率 场均得到18.0分 成为了孟一的得分王 2019选秀大会 很多人说 胖虎是下一个了Bron 但实际上 同为矮壮怪的Barkley 才是他的究极模板 胖虎生涯的前四年 虽然年均出战场次 不足30场 但在他有限的 出战场次中 表现出来的统治力 肉眼可见 如果将Barkley 与胖虎进行比较 他就是个身体素质 稍稍加强 投射能力也有所加强 低位技术 大大加强的胖虎 这便是只有198公分的他 在四大中锋的围剿下 仍能在内线 翻江倒海的原因